大家早安 这里是学现场 我们持续带来聚焦 是美国总大选之后的政治新变局 现在川普确定要重返白宫了 而现在总统拜登发表演说 他承诺会确保和平的交接政策 拜登就表示他已经致电恭贺川普了 向他确保在明年的一月份会和平永续的 转移政权的交接 同时间他也赞扬副总统贺锦丽 打出激励人心的选战 拜登就强调了美国两百多年来 一直在实验民主体制 国家必须要接受人民所做出来的选择 也呼吁美国人要让局势进一步的降温 川普现在成功回国 要入主白宫 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黑海参加智库会议的时候 首度被媒体问到这件事情 他也公开表达了他的祝贺 普丁向川普表达祝贺表示说 已经准备好和他对话 而期间普丁还提及到川普 首次遭到暗杀未遂的时候 表现像个真男人一样 而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 他则表明将会安排时间和普丁 进一步的联系 好 会不会两个人就会谈到俄乌战争呢 其实先前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他又多次表示 如果他真的当选的话 他就很快 甚至说是在一天之内 就可以让俄乌战争停战 不过现在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他则是表示 要乌克兰让步 好停止俄罗斯的入侵 是一件没有办法令人接受的事情 好 泽伦斯基他同时间也提到 他和川普之间的通话 除了赞扬并且恭贺川普胜选之外 他也说双方会同意 紧密对话并且加强合作 泽伦斯基他并且表示 有很多的谈论说法 现在显示说 需要向普丁屈服退缩 做出让步 但是他重申 这是让乌克兰 还有整个欧洲 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也会导致 乌克兰境内的进一步分化 而在这个川普2.0的时代 即将要来临了 那台美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局呢 现在路透社就报道 这是一个独家消息 引述业内人士的消息报道指出 现在华航即将要敲定一笔 总价值大约是40亿美元 大约是台币1300亿元的 长途客机的订单 要泰换的是华航波音777 30012的机队 并且是要因应未来的载客量的成长 这笔订单将会是由美国的波音 还有欧洲的空中巴士会拆分 华航的这一项采购案 现在被外媒解读说 是台湾在以行动证明 在新川普时代之下 需要保持强韧的台美关系 博对子波音还有空巴 都是拒绝评论的 华航仅仅表示 采购是依照现在市场的需求 还有未来企业的发展规划 选择最合适的机型 而美国国务院也在选举之后 举行了记者会 发言就强调 将会和新任政府的团队来合作 要确保政权是和平的转移 好 同时间也提到了 现任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仅仅剩下了74天的任期 他说他会持续进行 中美关系的相关工作 以及他也谈到了 包括俄乌还有中东的现况 林肯定是和平的任期 当时他将绝对他将决定的 任期是任期的 长期的任期 以及其他任期 对于坚持在那种 任期的财务 提高之后 在任期的任期 团队中的问题 充滞了解决定的 自由,公开的 印度Pacific 好 刚刚听到这是美国国务院的犯人 他就表示布林肯即将在2025年的1月24号 就会卸任了 因此任期现在仅仅剩下74天 而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的这两天 将会和国务院的官员开会协商 准备要进行和川普团队的交接事宜 同时也针对了国际事务的重点来进行说明 而现在全世界都在聚焦的就是 那未来美国外交会不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新的变动呢 前立委蔡正元就分析 从过去就是川普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的经验来看 川普是常常出其招的 那么恐怕未来美国的外交将会有新一波的动荡 那如果说你问我本人的喜好 我比较喜欢贺杰力当选 因为我说过 川普就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人 这个真的是如此 他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招数 都不知道名门正派的方法 那赫杰力是一个什么 善良的草包 比较好对付是不是 不是 他会与人为善 因为他就是搞公关起家的 他对他不懂的事情 他不会胡搞 那他对国际外交他不懂 那相对来讲 就比较不会惹是生非 那川普一定会惹是生非 所以要 对我说 他会是生非 那川普是有些人 那你会有什么 我说他会是生非 那我说他会有什么 我说他会有什么 那我说他会有什么